本周想看点什么 我也是在街舞里面见过市面的人 但是前几天我参与了一个录制 这个我真没见过 我说实话 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 我参与了一个叫做蒙面舞王的节目的录制 然后在里面做助力团 然后助力团是干嘛 其实就是点评一下 然后蒙面的选手 然后看一看他们的表现 然后里面就一个叫做武侠的蒙面舞者 就是舞蹈的舞侠客的侠 我跟你们说 就是光凭这一个人 就是他的任何的异常表现 你们就可以去看那个节目 就在周日就要播了 大家都知道周六播这街嘛 这街看完之后 如果你们周日还想看和街舞相关的 然后这一期 真的我一人血书推荐给大家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其实这街主持这几年 基本上能看过的舞蹈 就是能炸成什么样我都看过的 但是说实话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没有看到这样水准的house 然后这位武侠还会跳crunk 还会跳popping 然后还会跳locking 然后他还会跳breaking 就是他还能跳wacking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来聊这件事 就是就是牛逼啊 而且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助力团里面全是 全是那个就是这街网季的优秀选手 然后那个经常会不定期的发动一些battle 尤其是我这个battle属性 我去哪之后就是会说发动battle的时候 正好廖博也在 然后真的就是 我原是在主持underground的battle 而且是总决赛的那种 就是underground的一场比赛 有一个7-2 smoke 然后那是决赛的几位选手 然后一起在battle 真的很离谱啊 逃不夸张的说 就是你不管是你喜欢看舞蹈 还是喜欢街舞 然后就算你说你是圈里的舞者 你就去看 你去看 你 挑不出毛病来 高水准 超高水准 这个 你看就完了 这 就是我从没有想过啊 在蒙面舞王里面 在蒙面舞王里面 我能够想象到大家能够跳舞跳得很好 但是 专业线往上的 这种级别的 然后震撼我 就是我在下面 我什么都没干 就鼓掌 鼓掌 乍场 乍场 要不你觉得怎么样 超好 好厉害 还要再看一段 没了 你们就去看 蒙面舞王就周日这期 舞侠 你看 你真的看 得看 一定要看